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所以學校今天TIQ 把我送進來了 而且我是通過高頻執行 高頻執行專注由不聯合正義奮發進來的 我是通過正確管轍進來的 你就一定要讓我聯同BAR 這是我們目前我知道的,我的同學,還有我自己,我都是這樣想的 所以我希望我的塑料才能夠保護好 我一定要念到畢業,要把我花這個錢做什麼 我後來念了兩個學籍 我當然希望我拿到五個,然後去跟我想要的證照,我一定 那我們都知道說教育部在上禮拜的時候 事實上他無預警的通過了詠達技術學院董事會提出的這個提辦的計畫 那我們今天召開這個記者會的目的,我們今天就是要協同詠達的教職員 以及待會我們會口號給學生,我們跟詠達教職員還有學生 今天共同召開這個記者會,是要向教育部標達我們嚴正的抗議 我們認為董事會今天的這個提辦過程,它不只在校內的決策程序 其實是充滿了非常多的瑕疵,甚至我們認為是有違法之餘 那他在校內程序充滿瑕疵,同時我們仔細的去檢視 詠達董事會今天提出來的這個提辦計畫 我們可以發現他根本是網顧所有詠達學生的受教權 以及詠達教職員工他們的工作權 這是一份非常粗糙,非常草率的提辦計畫 我們認為教育部今天不應該核准這樣的一個提辦 他應該要立即撤銷這個提辦的決定 那我們都知道說其實詠達董事會他在宣布這個提辦的消息之後 他不斷的對媒體宣稱說做這個提辦的決定是不得不然 他們是忍痛做出這個決定,因為學校已經沒有錢 因為學校不服龐大的人事支出 我們今天要指出說,事實上董事會的這個說詞 其實撤頭撤尾是個謊言 我們可以看到說其實新聞稿裡面有資料 根據詠達技術學院他自己公布經過會計師查核之後 他們的總資產跟總負債的一欄表 我們可以看到,事實上詠達技術學院一直到102年的7月31號 他在即便扣掉學校所有的總負債之後 他校產都還有13億7千多萬 一間還有13億7千多萬的學校 董事會去對外宣稱說他已經沒有辦法繼續辦學 我覺得這很明顯的是一個謊言 下個禮拜一到校就跟高峰一樣 其實你們可以去問高峰的學生跟老師 模式是跟高峰完全一樣 他去就發自願表給你填一填 那跟教長學生座談一下 然後再按照你的意願去分發 學生搞清楚了嗎? 也許學生在還沒有搞清楚 喔這就好啊去啊 念了以後才發現沒辦法考證照 這時候誰是走 就會有這個問題 那你事先教育部是不是有針對這一個去 真的去比對 學生的不管受教權或以後參加 即職考試的 即職證照考試的權力完全受到維護 不曉得 真的完全不曉得 即職教育剛剛主任講的 即職再造 難道即職證照不是第一優先嗎? 你把即職證照考試的權力 考試的資格給消滅了 你還維護什麼即職教育? 是真的嗎? 你知道嗎? 一定會休息一下 你什麼時候你大都會想看